嘿嘿 你知道嗎 大腸除了一邊接小腸 一頭接菊花 可以裝大便外 還可以做什麼呢 還可以拿來煮大腸麵線 欸 再加點香菜和蒜末 簡直是人間梅 啊 抱歉抱歉 拿錯台詞 本節目由 FINFO保險資訊站 與好棒棒團隊共同製作 話說大腸這玩意兒 是除了你朋友的腦袋以外 第二個可以裝大便的器官 大腸不只可以挑糞 阻擋扁扁裡的細菌大菌 跑到協議中 還可以吸收扁扁裡面的水分 和維生素 保持身體營養均衡 讓你水噹噹 被泡泡跟幽咪咪 不過不是我要說 大腸這麼重要 你有好好照顧它嗎 有沒有多珍素菜水果 不過沒有 有沒有避免抽菸喝酒 不過沒有 有沒有避免煙燻或燒烤食物 不過沒有 有沒有每天運動 呃 報告沒有 對 所以大腸癌是台灣人 發生率第一 死亡率第三的癌症 僅致於肺癌和肝癌 嗨 你有沒有想過 對於大腸來說 你就是冠老闆啊 大腸就這樣被你吵到 不要不要的 結果咱們的挑糞歌 就開始基因突變 本來良性的息肉 也漸漸變成惡性的 如果這些惡性細胞 轉移到其他器官 那你這個冠老闆 可以活過五年的機會啊 就剩不到兩成囉 我還沒娶老婆啊 OMG 那大腸癌初期有沒有什麼症狀 好讓大家去醫院治療 醫師不是都說要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嗎 沒錯 不過很抱歉 大腸癌初期根本就跟阿嬤的腳一樣 你怎麼會沒感覺 等到有症狀 常常都是晚期了 例如扁邊帶血 扁邊從粗狀扁細腸 扁得容易拉肚子或便秘 體重減輕 停血等 什麼 這樣是在講辛酸的是不是 我們想要的是早期發現啊 嘿嘿 別擔心 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要早期發現的方法 就是每一到兩年做定期篩檢 目前政府補助50到74歲民眾 每兩年可以免費 做一次糞便淺血檢查 所謂淺血啊 就是肉眼無法察覺的微量血液 這是因為錫肉和扁邊一起摩擦摩擦 產生傷口所造成的 所以啊 如果篩檢結果是陽性 就建議進一步做大腸鏡檢查 如果發現有錫肉 就會在檢查過程中順便把錫肉切除 避免變成惡性的腫瘤 如果在這些錫肉中發現有惡性的細胞 也可以盡早治療 讓你活過5年的機會超過9成 實在是一天就夠忙啦 還不成功 說了那麼多 除了要定期篩檢外 也千萬不要再當冠老闆 虐待自己的身體了 要少吃煙燻燒烤與紅肉 避免抽煙喝酒 還要多吃蔬菜水果與運動 維持良好生活習慣 不要再讓你的大腸過功德了 這樣才能跟大腸愛說啵啵喔